12月14日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中方斡旋和促推下,缅军方和国杆,德昂,若开军在中国境内举行了和谈,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等事项达成协议。 但实际来看,停火区域仅限于老街,根据德昂军发布的最新战报,在南侃,木杰105马附近等多个地点仍在与缅军交火,而且打得还很激烈,缅军多次出动战斗机和直升机攻击,同盟军已经进入东城,离拿下老街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要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停火,木杰为什么不停?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谈判内容 其实协议的草案早就流出来了,同盟军代表是外事部部长彭坤,彭德仁质子,德昂军代表是秘书长达彭爵,若开军代表是副司令纽吞奥。 参加谈判的人员级别都比较高,有一定决策权,不管愿不愿意谈,摆出这幅正式说明对待谈判的态度是认真的, 毕竟三兄弟联盟打逆风局的时候,老好人出来主持过公道,现在虽然打顺风局,面子总是要给的。 至于协议的内容 纸条重要的几条说,一是就地停火,民帝五承诺不强攻老街,并答应尽快恢复编冒口岸及相关道路畅通, 二是停止无差别袭击非军事目标,这点显然是针对民帝五说的,此前的破路、炸桥、炸电力设施给缅军增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三是彻底清除电诈犯罪,尽快抓捕电诈集团重要头目,这一点显然是针对缅军说的,重要头目自然指的是之前被通缉的三大家族成员,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老街的归属权,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缅军只答应解决同盟军返回老街的诉求,但具体怎么解决,恐怕很难轻易达成共识。 谈判后,缅甸军方已经做出表态,自然是对停火表示欢迎,至于没达成共识的部分,月底还会安排进行下一次谈判, 三兄弟联盟方面似乎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意思,表示,永远不忽视数十年来遭受军事压迫的全体缅甸人民的目标也不会停止行动。 为什么停火?都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在谈判桌上能解决各方的矛盾,自然没必要再延续战争。 所以,搞清楚各方对停火的需求,就能弄清楚为什么现在停火。 首先,停火需求最强的肯定是缅军,战争不仅发生在善邦、洛开邦、克伦邦、克勤邦、伯顾省等等, 只要是有反对力量的地区,基本上都有战争,战争已经在缅甸遍地开花,而且局势对缅军极为不利, 尤其是在缅北地区,三兄弟联盟已经拿下蒙古、邦赛等边境城镇,木杰处于包围之中, 果敢也只剩下老街等个别地区,通往缅北的增援线路还全部被切断。 缅军严重缺乏兵力,甚至已经开始学习俄罗斯。 准备把关在监狱中的一些士兵放出来送上前线,缅军需要一定时间来重振士气,打通北上增援通道。 对于劳勉来说,哪怕只停几天,哪怕只是一个地区停战,也非常重要。 其次,同盟军方面同样有停战的需求,前期虽然攻势凌厉,快速拿下很多据点, 但根据同盟军战报来看,打滚弄,拱掌这样的大据点,花的时间比较长, 尤其是在大水塘方向,可以说是久攻不下。 这期间,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伤亡,自从占领清水河以后,便不断传出同盟军在抓钉的消息。 也可以印证同盟军有不小伤亡,假设骨干力量伤亡较大的话,将会对一支部队战斗力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推进的节奏慢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强攻老街是一场硬仗, 等新兵训练出来,后背力量更足,才更有把握。 最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方的态度,一开始中方就要求停火,和平解决争端, 毕竟没有人希望炮弹在自己家门口飞来飞去。 另外,据统计,去年中缅双方货物进出口额达251亿美元, 边境两个最主要的口岸是木杰和清水河。 目前清水河口岸被同盟军控制,木杰口岸还处于战斗之中, 从中缅边境通往下缅甸的道路全部被切断, 这意味着中缅货物流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停一个月就要少将近21亿美元的贸易,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损失。 所以,停战对各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 只要有人出来主持公道,达成停火协议也不足为奇。 木杰为什么不停? 根据同盟军的报道, 12月13日, 德昂民族解放军天安类与米昂来武装在木杰, 南侃, 纳须, 脚麦, 桂盖, 曼通, 皆有冲突发生。 另外, 今日木杰方向, 有群众听到枪炮声, 看到米昂来武装战机和武装直升机具体战况不详。 就在今天, 木杰附近德昂军与缅军之间熬战正憨, 缅军军机几乎贴着边境线上空的空域在飞行。 此外, 双方大战当中, 相关榴弹还打到了我国境内, 误伤了我国的相关卡车司机, 可以看得出, 虽然果敢老街战事基本停歇下来了, 但是木杰附近的战斗一直打得很激烈。 之所以木杰不停火, 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是兵家必争之地, 木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经济价值。 是缅甸通往中国的唯一的一级口岸, 抓住木杰就抓住了金钥匙, 这个关税可不得了。 根据相关权威媒体介绍, 中缅近七个月边境贸易额突破22亿美元, 而有14、5亿都是通过木杰口岸开展的贸易, 可以看出来, 木杰就是一个重量级的边境口岸, 抓住了木杰, 相当于抓住了财神爷, 光坐收关税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大家也比较清楚, 如果日后同盟军、 德昂军要想稳定发展, 绝对不能再搞电信诈骗等非法产业了, 但是做正常的边境贸易, 这种合法的业务, 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手段之一。 所以说, 抓住了边境口岸, 就相当于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此外, 对于缅军来说, 木杰口岸具有不可替代性, 缅甸虽然和中国接壤的边境线非常长, 有几千公里, 这几千公里的边境线, 大部分处在缅北各民地武的手中控制着, 真正在缅军手里所控制的边境线非常短。 缅甸与中国之间的边境线主要分几段, 最上一段是位于克钦邦, 克钦邦的口岸偏北, 距离缅甸的中心城市地带曼德勒, 内比都等较远, 运送成本比较高昂。 接下来就是木杰口岸。 再往下看, 就是国杆地区的几个口岸, 目前除了杨龙寨口岸之外, 已经全部被同盟军所占据, 比如说邦塞口岸, 蒙古口岸, 清水河口岸等, 再往南下的口岸, 分别被瓦邦和小蒙拉所控制。 可以看出, 缅军真正能够控制的优良的口岸, 就是木杰口岸, 这次之所以缅军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 调动优势的空军力量争夺木杰口岸, 这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木杰的战事将走向何方? 同盟军、 德昂军与缅军作战的三个大的区域, 分别是国杆地区、 木杰地区以及缅甸蜡虚地区。 现在战事比较明朗的是国杆地区, 可以说, 国杆地区的战事最终大概率是以缅军撤离为结局。 在西南方向的蜡虚, 角梅一线战斗中, 双方仍然处于对峙和僵持状态, 战事走向何方?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缅甸蜡虚, 相当于是一个省会城市, 人口大约有七八十万, 是缅军重点看守的城市。 蜡虚是缅甸山帮北部的首府城市, 也是通往木杰的一个要道上的城市, 从军事上来讲, 蜡虚是缅甸东北军区的司令部驻扎地, 由此也可见, 蜡虚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攻下的城市。 长期来看, 战事向何方向发展, 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 大家最关心的是木杰地区, 我个人的看法是, 德昂军立志要拿下木杰, 而且现在木杰已经处于南侃和105马的包围当中, 同盟军与德昂军, 已经拿下了南侃阵以105马军事据点, 对木杰形成了团团的围困, 从缅军来看, 其实已经外强中干了。 目前是缅军的守军已经非常薄弱了, 缅军不得不通过军机投放空降兵的形式来补充兵员, 同时通过空军优势来进行对德昂军进行疯狂的轰炸。 但是即便如此, 德昂军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小的胜利。 同盟军报道说, 据人民之春消息, 12月12日缅军通过直升机向南侃镇斯坎迪据点增派了100余名兵力, 该股缅军遭德昂民族解放TNLA阻击, 在双方爆发冲突期间, 缅军伤亡惨重, 可见德昂军的决心是多么大了吧。 总之, 在中国的斡旋下, 同盟军与友军和缅军之间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 但是同盟军的友军德昂军与缅军之间的战事并没有停止。 反而在木解一线打得非常激烈, 双方各有战损, 谁拿住了木解, 谁就拿住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金钥匙, 相信接下来各方仍在木解敖战, 胜利属于何方, 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